大家好,我这个频道还是尽量多说一点经济的话题 多说一点土工国的经济的话题 因为如果有人听进去了 说不定还有点作用 消完了,扯淡扯完了 说不定还有点借鉴的意义 毕竟我在体制内待过 了解土工的经济的真正的运作方式 而且学了一丢丢的经济学 还写了好几本经济史的著作 对土工的经济的套路还是有点了解的 所以有些个事情 咱还是要奔着有点借鉴意义过去 今天我就听到这么一个消息 我问了北京的几个兄弟 有的人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 有的人是社科院的 他们说是真的 就是现在因为出现了一个局面 就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放弃交社保 所以整个国家的社保基金就无以为继了 但这个话不新鲜了 如果你了解我的话 我这些年我当公知的时候 写的最有影响力的一篇文章 可以说排第一名的吧 就是一篇登在这个南方周末上的 不是南方周末 南方都市报上面的 一篇关于中国社保的文章 我算了一笔账 完了以后讲了一些背后的经济学的原理 可以说很多人看吧 是迄今为止我写的文章那边最有影响力的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写完以后啊 各大媒体都转载 基本上没有不转载的媒体 这个南方周末校署 陈老师校署老师还特意加这个编程案 进行的转载 所以那个时候是南方系的天下 我当时就说过 这个社保这个东西 它就是个典型的一个骗局 就是人家是拆东墙 补西墙 它必须要建立在一个年轻人 愿意叫社保的基础上 它这个游戏才能玩下去 但是那个时候就已经有很多聪明的人 就不愿意叫社保了 是吧 我就是属于那样的聪明人之一 我在2002年的时候 我就不愿意叫社保了 我觉得社保纯粹是个扯淡 纯粹是个骗局 是不是 共产党就靠这个东西 后来呢 社保这个东西呢 用王岐山当副总理了 又把中国的社保基金 拿了两万多亿 又跑到美国炒房子 是吧 买美国的这个政府的这个房地产 政府的债券 结果呢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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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地美房贷美的这个企业债 亏得很苟似的 王岐山 这辈子我见过的 就是一笔生意亏得最狠的 这个一单生意 根本不是什么许家印呢 不是什么什么逼鬼缘呢 甚至也不是习包子 而是王岐山 真的 王岐山一口气亏得了两万多亿 这是王岐山干的 所以有人说王岐山懂金 就我去你个大爷 他懂个屁啊 是不是 王岐山他的本事是什么呢 就是跟这个华尔街的那帮投资的大佬 关系搞得挺好 因为他又有权 完了以后呢 他做事情呢 比较有魄力 这是真的 加上他这个人呢 这个又自认为自己读书 读得很多 所以充满了七个自信 细胞子五个自信 他七个自信 所以共产党过去这四十年亏生意 政府做生意 亏得最狠的一笔钱 就王岐山干的 把两万多亿啊 真的 两万多亿这个中国的社保基金啊 你记住啊 不是这个什么 不是两万多亿人民币啊 是两万多亿美金 当时占到整个外国储备的一半 因为他四万多亿嘛 一口气就亏掉了 再也没有回来过 所以那个时候 我就算过一笔账的啊 年轻人你真的 你不要太相信政府 不要相信共产党 你相信共产党 你还不如相信 王岐山一晚上跟范冰冰 可以来十次呢 是不是 一夜九次郎 一夜十次郎呢 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放弃社保 不愿意交了 不交了以后 大家都知道 他有一个什么效果的 他不想自由世界 不想韩国日本台湾 我不交了 我之前交的 我可以退回来 是不是 比如说我现在 我所在的地方 我也交社保的呀 是不是 但是不多一点点钱 你到你退休的时候呢 会一个月 大概给你发工资 发下去 然后我去这个社保中心 他们看了我的收入 他们就笑了 他说 他说先生 您交这个钱 有什么意义呢 您的收入那么高 是不是 没有什么意义 我建议你退了 是不是 但是我就退了 退了以后 我之前交的 交了很多钱 交了好几年呢 是不是 他一次就退给我了 但是你知道 你在中国 如果你中头 你不交了 你之前交的 他是不会退给你的 是不是 他不仅不退给你 他可能还收你的支拿机 所以说最后脑子 就不跟你玩了 是不是 所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放弃社保 最着急的是谁 最着急的就是土工中央的 这个财政部 他没有人给他 给他继续当结盘侠了 都完蛋了呀 所以说今天我听到的最大的一个消息 就是与这个有关的消息 说土工中国的这个财政部下面有个财政研究所 财政研究所里面呢 有几个专家 那都是良心被狗吃的专家 就给这个习主席提建议 给李强提建议 说啊 现在成年呢 找不到工作 大量的农民工 大量的这个民企的员工 大量的国企的员工 尤其是民企 尤其是农民工 他根本就没有钱交社保 他工资的工作都没有 他上哪儿交社保去啊 这样我们的整个中国的社保的这个男子 是吧 盘子 就无以为继了 是吧 问许哪得 是亲如许 唯有源头 活水来 中国的年轻人 一代接一代 一茬接一茬的 主动给政府叫社保 这是中共这个财政得以 可以维持的活水 真的是 我有源头活水来 你就是活水 你就是代价 你就是韭菜 你就是屁民 是不是 很有意思的啊 所以他说那怎么办呢 那是要学毛主席的策略 是吧 毛主席怎么玩呢 农村包围城市 我在城市里搞不定了 我把我的重点来放到农村里面 然后他们出了一搜主意 全国提高农村的社保基金的标准 农村里面有人叫社保 有的 但是主要是以医保的形式 叫农村医保 这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这是胡锦涛搞的时候开始的 胡锦涛搞的时候呢 跟温家宝两个人 第一取消农业税 是吧 完了以后呢 然后再过了两年 然后就建立一个农村医疗保险体系 那个时候每个人也要交钱的啊 这个 但是交的很少 交多少钱呢 一年交十块钱 十块钱以后呢 你生病了啊 然后呢 你自己出30% 是不是 政府给你报70% 就这么低 这个东西很好啊 所以我们说这个胡锦涛 温家宝搞的时候啊 是做了一点事情的 一年交十块钱 你记住啊 不是一个月交十块钱 等于就是共产党搞经济啊 发财 当官发财 死老婆 搞了这么多年 应该要考虑一下农村的那些个可怜巴巴的农民了 所以我以前就知道这个事情我也是哄农民玩的 结果不是 因为有一年我们家有一亲戚农民他生病了没钱 因为你政府是给你报销啊 但是问题是你自己的有钱是不是 你自己要交的呀 要交30%啊 那医疗费也不也不贵 比如也不也不便宜 你一万块钱 如果医疗费一万块钱 你自己得交三千了 这三千块钱政府是不会电给你的你的 你得先自己要拿出来 农村有几个人的拿出三千块钱出来呢 后来有一 他们就找到我说生病了 家里借不出钱出来 说这个交医疗费 政府会报销70% 我真不信 他让我给他出这个 这个叫叫头期款吧 大概是 治了10万块钱吧 一笔天文数字是不是 然后我因为他年轻的时候啊 我年轻的时候 不是我年 我爸爸他们走得很近的 帮过我们家的 我就给他出了三万块钱 后来他真把这个三万块钱还给我了 真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跟他出了三万块钱以后 拿着这个单据 拿着医院的单子 他就可以去这个县里面的 这个社保基金会医保单位去报销 还真给他报了 后来我才知道这个事是真的 知道吧 现在习保子的中央财政啊 财政部的专家给习保子去建议 全国提高农村医保基金的标准 从这个过去的10块钱要涨到多少钱呢 涨到200块钱 200块钱对农村来说可不是一个小数目 很多人家庭根本就不可能拿出200块钱 而且你要知道中国农村的基数有多大吧 你说是不是一个农民交200块钱 共产党一夜之间发财了 他在农村社保的这个 整个中国的社保的这个男子 又可以玩了 又找到他的活水了 所以你会发现非常的缺德呀 所以现在这个土工还搞了一件事情啊 就发了一篇文章是在经济日报登的 说要警惕各种反华势力 妖魔化我国的双轨的养老金制度 双轨制 农村和城市人不一样 干部和群众不一样 是不是 大家都知道这个道理啊 都不用我说 而且干部里面呢 大干部跟小干部也不一样 这叫双轨制是不是 所以现在很多人批评中国的双轨制搞特权 说这是中国特色 他为什么要搞这些东西呢 经济日报为什么要站出来说这个事情呢 就是因为他们觉得这个 这个农村和城市就是要分疆而至 这是共产党统治中国的法码 你想想吧 毛泽东自己他娘子是一个农村出来的一个娃 他他妈的搞的第一件事情 就把农村户口和城市户口分开 你想想吧 这个人是不是有毛病呢 是不是 那你说周恩来人家好歹是天津人 是不是 你为城里人说话 你毛泽东你一个韶山村里面的一个从小就跟我一样的他们的光着腿去种田的 种种稻米的这么一个人他居然把农村户口把他建立起来 真的中共统治中国的密码很大一个程度上 而且是在经济治理的程度上就是牺牲农民的利益 真的 过去是牺牲农民的土地利益 后来呢 现在终于承认农民不能这么搞了一个年产承报责任制 容许这个农民可以自己种自己的地 现在又开始打农民的主义 要农民每年多交社保基金多交医保基金 你开什么过去玩笑 坏着呢 所以我就跟你讲 共产党的财政是维持不下去的 你不交社保 你就是一条好汉 是不是 大家都不交他就完蛋了 谢谢